嗨,你好,我是徐老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,听一个叫做亡羊补牢的故事。 那如果你们以前听说过这个故事的话,就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吧。 那我今天也会用笔和纸一起来把这个故事画出来。 那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 在很久以前,有一个村庄。 村庄里有很多房子。 村庄里有一座,两座,三座,还有很多座房子。 村庄里的人大部分都靠种地为生。 他们在田里,种地。 其中有一个人,他不靠种地为生。 他养了一些羊。 我们来看看,他养了多少羊。 他养了一些羊。 他养了一只,两只,三只,四只。 五只羊。 好,我们再来看一下,他养了一只,两只,三只,四只,五只羊。 他的羊,养在羊圈里。 羊圈里有栅栏。 羊圈里有栅栏来保护着他的羊。 大家看,这是栅栏。 这是栅栏里的羊。 有一天,这个人来检查羊圈,准备出去放羊的时候。 他发现,羊圈里的羊少了一只。 他的羊,他的羊,少了一只,羊圈也坏了一大块。 他本来有五只羊,他现在就剩下一,二,三,四,四只羊了。 他在想,这个时候,有人经过这里,他看见羊圈坏了一块。 他告诉他,你需要把羊圈修理一下,不然你的羊还会丢的。 他这样说道,但是放羊的人没有听取这个意见。 他觉得羊已经丢了,就不会再丢了。 但是,第二天,牧羊人再来检查羊圈的时候,发现羊又丢了一只。 他现在只剩三只羊了。 一,二,三,他只剩三只羊了。 原来是在夜晚的时候,夜晚的时候,有一只大灰狼,他潜入了羊圈,偷走了羊。 牧羊人看到羊又被偷了一只,他非常后悔。 他想,如果他尽早把羊圈修理上的话,这些羊就不会丢了。 于是,他拿起工具,把羊圈给修补好了。 修补好了。 又到了晚上。 又到了晚上。 当大灰狼再次来到羊圈,想要偷羊的时候,他发现羊圈已经修补好了。 他就没有偷到羊。 他就没有偷到羊。 又到了早上,当牧羊人再来检查羊圈的时候,他发现羊没有再丢了。 他依然还有三只羊。 他非常高兴,他庆幸自己,及时地修补好了羊圈。 那这就是亡羊补牢的故事了。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,就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吧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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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